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时事聚焦 赵薇的一部电影因为两个疑似敌对势力的演员 引发了网络抵制浪潮 又因为共情团中央国务院子光阁微博的介入和被删除 掀起了更大的波澜 日本演员水源希子被迫公开道歉 并解释说网友确实搞了乌龙 电影杀青 台湾演员戴利仁 却因为拒绝按台本道歉而被撤换 对此 台湾受影人士王毅凯发起了向大陆道歉大赛 影响迅速扩散 用市场让演员们政治站队 网络小粉红是坚持原则还是网络文革 是立场鲜明 手段巧妙 还是无聊无畏 得不偿失 对连续的被迫道歉现象 台湾民进党人士又是怎样的看法 今天我们为您请到了台湾民进党中央执行委员 洪志坤先生和向大陆道歉大赛发起人 台湾受影人士王毅凯先生 从台湾人从所谓深绿的视角 为您解读代理人事件 好的 我们首先想请洪志坤先生谈一谈 刚开始您听说赵薇电影和批判代理人 台独事件时是什么时候 当时您的第一印象是怎么样的 其实大概在四月份 五月份的时候 没有别的爱 大概在网路上 大概在微博上就有一些讨论 当时网民主要是针对赵薇 有一些批评 但是整个新闻量或者是说浏览量加快 我想是在南海仲裁案的前后 那么我看这个共青团中央的微博 那么还有这个子光阁微博 也就是中共中央的这个 国务院的微博 国务院的子光阁的微博 那其实我就开始好奇 中共的这个官媒党媒 为什么对这个事件加大力道 那么看到这个代理人 开始6月30号发的第一份的声明 我就觉得这件事情不妙 跟周子余事件有点相似 其实分个几个部分来讲 就是说事实上两岸之间的这个差异 其实是非常大 那么其实最大的一个差异 就是一个认同表达上的自由 那但是可能 中国大陆的这个民族主义 的这个地势比较高 那但是有时候对台湾人来讲 这是一个相当大的压力跟压迫 那其实就人生的人权自由来讲 宗教政治的选择 它可以有不表态的自由 所以在今年这个台湾总统大选前 发生周子余事件 那么周子余呢 公开向这个中国的市场道歉 那这件事情反而是激怒了 台湾的选民 特别是年轻的选民 那出来投票给民进党 那么我想有时候 过大的这个民族主义 它可能会适得其法 那所以在事后的民意调查 1月16号台湾总统大选前 发生周子余的事件 让原本这个年轻族群 30岁以下 不出来投票的人 反而增加了15%的这个 选民出来投票 继周子余事件之后 中国网民经常抵制 有所谓台独倾向的演员 那么台湾民众对大陆的演员 有没有类似的现象 那我记得就是 13年 中国大陆的演员 李雪剑 他获得这个 台湾金马奖 最佳南配角的这个奖项 那我记得他当时上台领奖的时候 他中山庄上面别的一个 五星红旗的这个徽章 那当时颁奖给他的刚好就是代理人 那在这个李雪剑 别这个五星红旗的徽章上台领奖 台湾的这个观众并没有给他取胜 那反而是为他这个 这次赵薇事件中 有人说是资本控制舆论 有人说是高层斗争 那么洪先生您对此怎么看 那么但是这次的这个赵薇的事件 当然会有 对赵薇事件所引发的 这个代理人这个声明 跟周子瑜事件不得 不让人联想 不过我觉得 代理人的这个事件 背后的这个业势更复杂 他夹杂着这个中国网民 他在这个资本的 资本主义市场的恐惧 那么在网民资本市场 跟民族主义之间 他有一个很大的纠葛 这个事件主要是打起赵薇 那当然就是找这个 代理人上一个突破口 那么其实网路上 让网民一开始的这个骚动 我认为是正常的事情 那但是后来到7月份 这个紫光阁或者是人民日报 或者是这个贡献团中央的加入 那么我认为可能跟南海仲裁 的这个前后 那中国民间的这个民族主义的骚动 或者是官方刻意的引导 都有相当大的关系 好的 我们现在连线到了向中国道歉大赛的发起人 王一凯先生 请您谈一谈 您对代理人事件是什么看法 然后是什么促使你发起了这次大赛 其实最开始的时候 大概是在7月初左右吧 因为那时候代理人就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回应了 然后也有流传出来 那一直到比较多的关注 其实就是在前几天 代理人特别为换脚的事情 然后上了新闻之后 然后并且还写了三千多字的那个真名文之后 我们大概才 大概大家才会关注 包括我自己啊 就是会比较仔细去看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 大概这个活动是在礼拜天 礼拜天的时候 也就是在前两天 十六 十七号下午的五点左右的时候 才发起这个行动 我觉得就是主要是说 像年初的时候都对 都指于向中国道歉 然后一直到了后续看到 陆续许多的艺人跟中国的网民道歉 或民众道歉 然后一直到这是代理人的事情 那我就觉得说 其实我看到的中间的几段评论 我不是很认同 就是像许多的那个中国网民会是讲说 他们对于这些艺人的道歉来讲 他们并不是真正要他们道歉 只是希望他们不要为了赚那个 中国的钱又不认同中国 可是实际上 在我的角度来看来 这些艺人跟认不认同中国都没有关系 因为事实上从代理人 他自己本身的行为来看 他根本没有参与到什么台独行动 他只不过就是 支持的比较多的就是所谓的自由民主的一些人权运动而已 那我觉得凸显出的是说 中国本身要求的这些艺人的表态 或者说像是对一些忠诚侵犯的那个检查批斗 我会认为是一种政治操作的行为 就是他不是真正要认为这些人 他们真的是很挺台独或是做了一些 那个对中国不好的不好的事情 可是他们希望透过他们这些人 做一个政治的施压 告诉这些艺人 未来的艺人 他们必须要跟整个中国的宣传 对外的口径都要一致 这样子的话 他们才可以继续在中国做生意 我认为是这样子的 所以我才想发起这个活动去反讽 就是这个道歉的意涵 并不是像中国人自己所想的那样子 很多大陆网民声称戴立忍先生是支持台独的 那么也给出了很多的照片证据 那么在台湾绿营人士看来 戴立忍先生是支持台独的吗 这个当然不是 洪先生 这个部分是有点误解 其实戴立忍他参与的大概就是 我们说的社会关怀 比方说大普的强拆的事件 他去关心 那就像是大陆也有很多强拆的事件 那也有许多的维权事件 那戴立忍他算是一个比较具有社会关怀的艺人 那他去声明或者是声援 那我讲的是一个 他一个公民的基本的态度 那所以说事实上就台湾看来 那尤其他戴立忍他自己说的 我们也所了解 他算是这个所谓的外省第二代 那所以说事实上 他对他跟台独运动之间的距离太遥远 那所以说我觉得 在这次大陆网民的这个攻击 或者是官媒党媒的攻击里面 这个部分是有很大落差 大力人他从事是社会关怀运动 而不是台独运动 那但是我想 这个部分大概对这个事件 对大陆来讲可能不是很大的差别 那因为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党媒官媒要打击赵薇也好 那戴立忍只是赵薇的一个突破口 那不管戴立忍他从事是不是真的 这个他的运动 我想他可能就是一个借口而已 那么这次事件中很多中国的网民强调 他们对戴立忍先生的要求并不高 只要他亲口说出我是中国人这五个字就可以了 但是戴立忍先生从头至尾 哪怕是被撤换以后发表了三千字的声明 都没有按照台本说出这五个字 那么我想问的是 我是中国人这五个字 如果由台湾人说出来 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我想跟着两个部分来谈 一个部分就是说 到底中国人的定义是什么 第二个 台湾人有没有表开或不表开的自由 首先就中国人来讲 他是属于政治上的中国 还是文化上的中国 他造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还是中华民国 那如果说今天台湾他 台湾人愿意去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候 那么中国呢 中国大陆这边愿不愿意来面对 中华民国存在的这样的一个事实 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一个命题 第二个命题就是说 在宪法上的保障 无论是宗教或政治 我们有表态也有不表态的自由 它是一个基本人群的表战 那也就是说今天 就像是我看到这两天 很多的这个民族主义高涨的五毛小粉红 那他到这个肯德基 去要求 人家不能吃肯德基 吃了肯德基就不是中国人 那可是呢 他拿的这个手机呢 去拍人家顾客 肯德基的顾客 他也是拿这个苹果手机啊 那他为什么不把他苹果手机给砸了呢 我的意思就是说 任何强迫 人们去表态或不表态 都是一种压迫 那么我觉得这个部分 可能短期间看起来 它好像是一个爱国主义 但是如果这个部分 它没有好好的引导跟处理的话 那么我相信 这种失控的这个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 那终究会反扑 好那么王先生您能够体会一下 如果大陆网民 让您说出我是中国人 这五个字 您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您是否会觉得受了侮辱 我认为这个跟侮辱不侮辱 对不对 也不是说都没有关系 可是实际上我倒是不会觉得 那么是什么样侮辱的问题 而是在于说 这个世界上 它实际上并不是只有民族主义这一环 尤其像是我 刚刚要谈到戴利伦 戴利伦他这个参与社会运动 为什么不是属于参与台独运动这个关系 这完全不像是有一些中国网民会讲的 这是不是现在台独民众的在帮他布行 其实这实际上就跟 中国参与民族运动的情况之下 在台湾这边参与台独运动 其实它也是有非常深的脉络的 它也是必须要能够了解说 到底为什么台湾是 他们想要期望 我们要期望建国独立这种问题的 那实际上代理人的运动 大概跟多数的左派运动是相关的 也就是说他们其实在走的是像 中国过去的左派运动一样 就是所谓走马克思主义的运动 那所谓马克思主义运动呢 其实他们有一个很 原本的追根就底的就是 他们应该走的是世界的阶级运动 也就是说他不是为了特定的民族 他是要打破阶级的 也因此其实在台湾 过去早年的共产党 之所以会被台湾自己本身的本土打压 有一部分是因为说他们觉得在走这个世界 世界主义的情况下 就排除了民族主义 所以自然就是所谓的那个世界主义的部分 其实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那边的时候就有讲过 他是跟民主主义会对立的 因为在于说民族可能就会创造不同民族间的阶级 那世界主义的话就要过除民族主义的那个助长 所以实际上对于像代理人这样的人 跟台湾的一些左派的职位 他们其实是在走所谓的世界主义 也就是说他们 自己没有想要去强调自己是哪一个族群的人 因为他们也想强调自己是所谓的世界人 因此他们平常你们可以帮他们讲话 他们也不会特别强调说他们自己是台湾人 因为他们就强调 我们所走的就是打破阶级 关怀社会 普世价值的这个路线 那因此 到底在所谓的中国的这样子的运动当中 也就是所谓的要求对方 一定要承认自己是中国人这样运动当中 是不是就已经排除了 对方不能够成为一个世界人 这样子打破阶级的一个左派运动的 自为跟脉络呢 因此我会认为说 其实真正的问题就在于 也就是说中国的 我不要讲小 不管是小粉红 还是一些过去 中国共产党 所崇拜的共产党 这几个马克思主义的自为 那么应该要回过头来讲 为什么今天会那么如此强调民族主义 而忽略的过去 知道共产主义 其实跟民主主义 有所对立的情况呢 这是我想表达的 我们知道台湾和大陆 在过去的若干年中 都出现了经济停滞和贫富差距 分化的现象 那么对经济形势的焦虑 是否也叠加到了 两岸年轻人对统独议题的 对立情绪之上 尤其是台湾年轻人 对大陆的观感 其实我就有一个现象 就我们研究两岸关系的人 有一个现象 我觉得是值得观察 就是80后 台湾的天然赌 跟这个大陆的天然红 在未来 它必将是遭遇的 尤其在关键的五年到十年的未来 台湾的天然赌 跟大陆的天然红 他们是必然 在80后的这一代 是必然遭遇的 那我为什么会这样讲呢 其实80后他们普遍遇到 两岸的年轻人普遍遇到共同问题 就是社会分配的不平均 那机会的框线 那经济成长的放缓 不只是台湾的问题 那中国大陆也呈现一个 L型的经济缓成长的这个情况 那资本也测出的一个情况 那所以说对80后的这一代的人来讲 在经济上的机会 是特别的困难 那同时呢 反过头来讲的话 就在政治上的遭遇 也是同样的 也遇到困难 台湾这边呢 是面对到国族主义的 这个模糊跟选择 那么大陆这边呢 他可能 80后的这些天然红 他小时候看这个抗日剧 内战剧 那他可能在这个 爱国主义上面 他的这个信仰 可能是 是在官方的指导之下 不管是从少先队 到这个共青团 一整套这个教育 所以事实上他们对于 大陆的这个年轻人 对于这个民国的这个认同 也好 或者是了解也好 事实上是比上一代是 更虚弱许多 所以未来两岸的这个 80后 也就是说台湾的天然毒 跟大陆的这个天然红 在相遭遇的时候 那我想更多的相互理解 它是必要的 而且这些相互理解 它可能不是在戏剧 文化上面 这么的轻松自然 而是在非常许多 非常许多思想 或者是生活背景上的差异 那恐怕 要需要一段时间的这个调和 可以相互的适应 好的 王先生关于经济焦虑 和天然毒现象 想听听您的看法 其实应该说台湾的天然毒 应该是指就是说 我们在一出生的时候 它不会是接触太多的 像过去 已经有上一代的这种传承下来 比如说像是外城第二代 然后外城第一代 从中国撤退来台 然后会有这样子的 那个土地情感 跟那个家族情感 现在这一代出生的人 就已经本身 就是在这个土地 土生土长 那在台湾 土生土长的情况之下 自然而然 我们两边的 两国的体制是不同 自然体制本身不同 然后呢 所缴的税金 所身上得到的教育 然后相处关系 都不同的情况之下 那么自然就会变成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国家的那个思觉 因为实观上就是国家的概念应该就是说 它一个国家所做的所有行政体制 都要有所发挥嘛 那既然我们选了总统跟那个中国那边所选出来的主席 当然他们不是用选的 他们是用共产党自己里面选出来的 那当然自然就有所不同了 那我会觉得说 其实不会像是刚刚所讲的就是 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关键就是 不会像刚刚所讲的 那个小粉红跟那个天然独会有很大的冲突 我倒是反而是认为啊 就是天然独是指整个台湾 土生土长的所有人都会有这样的意思 因为就是直觉就是不同两个国家 其实有些可能认为说 我们有统一的机会 就会变成是年轻的统派 但是呢 有些觉得说台湾未来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 正常国家化 所以变成一个更激进的独盘 但是中间普遍的就是那种 就是直觉直觉感觉到 我们是两个不同国家的所谓的天然独 但所谓的那个小粉红 我认为他们比较接近的是所谓的 他们其实出生之后 他们认为台湾是要收付的是因为来自教育 他们也清楚台湾跟中国 现在两个是完全不同的政府在管制 两个不同的体制 所以他们会变成天然 那么所谓小粉红 我会认为普遍上来看 还是因为教育而引起的 可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说 在这几年过程 尤其我们观察到微博 然后呢 像是中国的知乎 还有像是许多的公众社团 微信当中所讲述的一些 对于中国政府自己的批判 以及对于台湾的处境当中 他们会认为说 干脆就放手吧 或者说干脆就来和谈吧 如果担心台湾之趣的这块地 会是跟加入日美的合作 为什么不干脆让他们变成说 你们就算要独立 也是要跟中国建交的方式去谈呢 我们已经陆续看到 有越来越多这样的声音 所以其实上 在我的理解来讲 多数的人 你只要有充分的知识 充分的各式各样的辩证之后 其实大家都会走出一个 相互能够接受的范围 我会认为 其实实际上未来的天然独 它不是属于像是 小粉红那样的激进的位置 那中国有很多的 我认为是天然的论为的 两岸是分治的 两岸是分治 然后未来可以走上一个 叫人妥协的路线的人 那个那群人 我认为是可以走到 这一个地步的 好的 我想我们在这里 如果一面倒地批评网络 所谓的网络小粉红 那么也是不全面的 我想长久以来 是不是有这样一种现象 就是台湾人未必了解 大陆民众背负着 百年屈辱寻求民族复兴的那种渴望 而为了统一 不惜大幅的让利 并且并不想真正的控制台湾 而所谓大陆网民的鹰派言论 与其说是好战侵略 不如说只是一种 对分裂带来连锁灾难的恐惧 和自我防卫 那么同时 大陆人其实也体会不到 台湾人对掌握本土命运的那种诉求 和对中国武力统一言论的受压迫感 洪先生您对两岸年轻人的这种认知现状有何评论 有什么方法可以改善 我想两岸的偏激的鹰派其实都是少数的 那么我只是在微信上或者是在研讨会上遇到比较鹰派的大陆的学者或者是官员 那动不动或者说大陆这边甚至也有这个军方的人士也有提到是说 不惜一切要打下台湾 解放军说打就打 那时候我就很轻松的回去 我说解放军也不是人家的保安 你喊打就打 那因为军事行动它必然是有很多考虑 那所以说我认为说第一个部分就是说其实台湾这个部分 或者是这个大陆看台湾或台湾看大陆这个部分 事实上都会局部放大 这些偏激的言论或者是比较激进的言论 那就会认为说这个局部就是全部 那这样的一个看法事实上很容易造成误解 那再回过头来看 就说事实上从去年中国网民的这个地霸出征 到台湾的这个脸书 到这次的这个微博上面 有关于这个赵薇的事件 代理人事件 不像两岸的这个就像我说的 年轻人这一代在网路上天然毒跟天然红的这个遭遇 这个情况会越来越多 那这个情况当然初期它一定会有很多摩擦 但是呢长久的这个交流下去的话 我认为更会是宗教彼此的了解 也更会了解彼此的差异 那么这个部分呢 它应该会可以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制度 但是我比较觉得悲观的部分就是说 在台湾这边80后的这个年轻人 对公共事务的关心似乎是比较高一点 投入啦参与啦投票等等 但是这个在中国大陆 我去过几次了解 交流的这个过程里面 大陆的年轻人它比较关心 大概就是自身的情绪 那比方说闷声发大财 对于政治的参与呢 除了网路上以外 那实际上的参与恐怕也没那么积极跟热衷 但我们也知道两岸社会的主要的差异 中共统治中国三个主要的基础 一个是民族主义 第二个是社会维稳 第三个是经济发展 那么民族主义 然后衍生出来的爱国主义 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它的威力 那社会维稳这个当然就不用说 好那接下来就是有关经济发展 比如在经济发展这一块 现在的这个缓成长 它会不会造成更多机会的流失 大陆的年轻人的机会 会不会有更多的这个相对剥夺感 我认为这个是两岸未来 年轻人在遭遇上的一个机遇 跟主要的变数 那么台湾这边当然 如果把大陆这边网民 或者是部分党媒的偏激的言论 把局部当作全部的话 那么其实台湾会越走越远 那可见的未来 尤其是在蔡英文政府 跟习近平政府之间 目前就九月共识的部分 那还没有一个共识 那么未来的四年可见的是 冷对抗的一个情况的话 那如果明天这个旗舰 越来越大的话 我恐怕两岸之间的距离 这未来这四年 会走的比较远一点 好 那么王先生 您怎么看这种大陆人认为 台湾长期以来一直欺压大陆 那么台湾人认为 中国长期以来 一直欺压台湾的这种现象 我会认为说那个 中国的部分来讲 应该 我真的认为 因为如果没有 充分的言论自由的话 对 中国的一些表述 比较普遍像 我觉得刚刚认同 就是志昆大哥所讲的 他比较像是说 其实很多的 舆论 还有就是像那个 普遍中国的年轻人 他们的声音其实是没有出来的 因为他们第一个 可能就是因为政治 已经影响到他们的经济 在中国那边做生意 基本上没办法去跟 政治来做切割的 所以自己中国人本身 如果要能够闷声发大财 他自己也要必须 能够服从党的领导 这是一定肯定的 那在这个情况之下 他就牵连到做他的 不管是民族认同 还是他的价值观 他即使有百般的 有其他的想法 他们也不能够 轻易发表出来 所以如果没有充分的言论自由 其实两岸的和平交流 这些部分来讲的话 他就不会是充分的 比如说他就很容易是个假象 那我会认为说 在这个部分来讲 台湾来讲 一定是在直接的武力方面 得到中国的威胁 因为中国的导弹 以及所谓的扩张军事 都已经跟台湾 大概不会有脱离任何关系 那台湾也当然是 每年的国防军事预算 都是用来作为防卫武器 那防卫是哪一个假想的敌国 我们当然也会不言而喻 那这两个在这些中间 已经进行冷战的那种 已经开始进行冷队 看到这种处境方式 我认为实际上是悲观的 可是我自己在一些观察当中 我会认为是乐观的 因为譬如说在中国 在现在所施施的统战当中 对于台湾的年轻人开放 就是去中国创业 然后并且给他们很优渥的条件 甚至比中国自身年轻人 还要优渥的条件 这一点是会造成未来的 我认为是非常悲观其见的部分 就是说让中国自己年轻人 会觉得我认为会有相对拨偶感 就是说中国自己为了要统战 自己有实力 那为什么还要用这种方式 去对待所谓的 一直不把自己当作同胞的台湾人呢 那自己的中国年轻人需要创业 就反而没有照顾好自己的中国年轻人 这个想对拨偶感 一定会造成两岸的起见 那另外一方面 可是说台湾的年轻人 到底会不会对这一点领情呢 拿着中国的钱去中国做生意 那会不会其实就像一些来讲 他们其实实际上 就单纯的就只是在那边想要发财 然后实际上对于所谓的中国认同 以及所谓的两岸的和平进展 都没有帮助呢 可是我认为有一点 这部分绝对没有帮助 可是有一点会有帮助 就是中国跟台湾一直有一个管道 能够互相的接触 并且两岸的年轻人认识交流 像是在演绎 像是在刚刚讲的创业部分 像是在网路的部分 如果台湾这边的平台 然后中国那边能够普遍开放 由中国那边来到台湾的平台 这边来做交流的话 我认为长期的交流自变下来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几年的网路趋势 我认为那个极端主义的助长 它还是属于少数 是政府来操控的 多数的中国人民 其实他们自己在反讽 或者在反思的过程当中 其实大家两边的理性交流 都是很乐意 希望能够找到一个 双方都过得舒舒服服的方式 然后来走下去 所以其实上 我认为关键是在中国的态度 然后中国自己本身 包括在 不是指政府而已 包括人民自己 有决心要发展出 自己来做一个 跟台湾这边来做一个和平的交流 我认为这样子的发展 只要能够做下去 那就是一个乐观的开始 而不是完全的悲观 好的 那么在两位看来 中国政府可以采取一些 什么样的政策 可以改善两岸在统独问题上的 这种对立情绪 来改善台湾人对大陆的观感 我想其实如果中国当局 他可以做一步 第一步先做 就是把这个防火长城给拆了 然后让这个网路完全的自由化 那其实大陆的网民 如果可以很自由的接收各种资讯 那上微博不被删帖或消耗 那么我想这个可以杜绝 极端主义的这个发生 那尤其是说像大陆网民也应该要了解 台湾不是每个人都认为 台湾不会多数人认为大陆吃不起茶叶蛋 那所以这种茶叶蛋的这个怨恨 跟这个大陆的对台湾的这个导弹 台湾造成的这个怨恨 那事实上我想他应该要透过完全自由的这个沟通管道 就可以有办法进一步的这个改善 那像我自己本身在微信的在这个新浪微博 到今天为止也转世172次了 那我大概是这个在微博上生存最不容易的这个台湾人 您的微博被删了170多次 171次 那我说我昨天又被注册了一个 我自己又注册了一个信号 自婚在台湾172 那所以说其实在大陆上 那个 腾讯微博我已经放弃了 那新浪微博事实上 我大概这三四年来 到现在已经172次 我只比萧翰少 萧翰是大陆的转世王 我是台湾的转世王 那所以如果说哪一天大陆 当局不删我的微博不销我的号 那么我想大家可能 自由平等 充分的沟通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激进主义 激进主义的爱国 主义呢 就可能会比较降低一点 那事实上我想 这是第一步开放这个 中国大陆当局开放这个 网络的这个管控 也就是防火长想把它拆了吧 第二个 这是大陆这个 维权律师 709抓捕的这些 维权律师民主人士 就把他们放了 那我想这个 增加台湾对中国大陆当局 一些观感上的这个 改善 那么事实上大陆的这个 网民 也不要看到民进党 就等于这个就是绿区 或者是 这个就是 台独体信分子 不想多沟通或交流 恐怕会对未来 彼此的了解 会更好的一个建构 那么 台湾必须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么大陆 也必须要面对台湾 面对中华民国 谢谢 事关大哥所讲的我都赞同了 我甚至会提的是 比较想讲的一些话是说 呃 我会认为说 如果就算是中国 暂时台湾存无法拆下来 然后或者是 微博的帖 还是没办法 控制不三 但是呢我会认为 那是不是 其实呢 有心要促成两岸和平的人呢 真心想促成两岸和平的人呢 能够主动自己来台湾 这边建立平台 然后让大陆的 或中国的网民 能够来到台湾这边 进行交流 我认为这是一个 能够另外一个妥协下的做法 然后增加交流 然后由自己大家主动发起 然后在台湾这边 因为台湾这边就不会单铁 也不会去管制人家 那我认为另外一部分 就是我这边会自己 尤其像我自己这边 对于中国来讲 应该是最为封杀的台独分子来说 我们自己会主动的去关心中国这边人权 有很多人来讲说 过去是不是台湾这些 关心中国人权的 都是寄望中国民主化之后 台湾就很独立了 我会认为说 其实不是这样子 应该是说 中国如果没有民主化 那中国就不会有完整的人权 中国如果没有完整的人权 那么未来 不论是统一还是独立 那绝对是台湾奋力反抗的事情 因为即使台湾能够独立 那么跟中国也可能免不了一战 可是如果中国能够变成一个 好而人权的国家 那么我相信 不管是整个中国人民 或者整个世界 都会是迈向更进步 而且呢 是中国品质更好的一幕 那对于台湾来讲 就算最后 两岸逼不得 逼不得而已 必须要针对同国来做一个终止 一个是 就是所谓的 如果 中国如果能够变成一个民主国家的话 那么所有发表的 想法言论 那么台湾才会是觉得可信的 而且两边的交流也才是 会变成是真实的 我认为在这个情况之下 未来无论是怎么样 都会比 现实结果还要来得好 也就是不管是统一还是独立 你中国的民主化 跟台湾的更加的民主 两边的人权都能够更加的提升 那么对于那些结果 都会是更好的一步 这是对整体的人民 做的普遍幸福去考量的 是我的意见 好的 听到了两位坦诚的发言 我突然有一个天真的想法 我不是学政治学的 但是我这个想法可能比较幼稚 就是假如大陆方面 暂时冻结 反分裂国家法中 关于台湾的部分 或者是暂时冻结 武统 武力统一的议题 那么台湾方面也暂时冻结 台独党纲 那么这样是否能够改变目前两岸关系 趋冷的这样一个趋势 来打开新的一扇和平的大门 我觉得这不是一想天开 本来两岸之间的政治交流的模式 就是需要更多的创意 因为在既有的体制之下 本来就很难突破 所以你的这个提议其实都非常好 但是重点就是说 第一步的心理准备 就是不要去强迫对方 去接受他所不想接受的前提 那比方说 这个不管是台湾对民进党对政府 对中国共产党 或中国共产党对民党政府 要求九二公司这个前提 我想先把这个所谓 强迫对方接受前提的这个 思维拿掉 那么就可以有这个很多的这个想象 那么但是呢 事实上这个是我觉得两岸之间 政治交流上面 它当然是需要更多的创意 跟更多的善意 那但是实际上来讲的话 我觉得在实际上的状况 未来四年 两岸不会是蔡英文总统的这个 这个优先的政策 它优先的政策 是在国内的民生的部分 那么在未来的这个 两年到四年 我也不认为两岸关系是这个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个 主要的优先排线顺序 他首先要考虑到的是 十九大以前的 这个党内的 那个权力平衡 社会的稳定 大国的关系 区域的这个 协调等等 这个可能是 习总书记他 优先考虑的这个问题 那么我觉得民间可以先做 民间比如说像今天 博文社这样的一个机会 或者说两岸的年轻人 其实都很善于使用网路工具 那么在网路工具上面 如果有更多的交流的平台 让两岸的这个年轻人 民间的沟通 可以顺畅化 我觉得对于未来的政治安排 或者是这个 未来的这个 两岸的意见交流 他都会有更正面的这个帮助 不论是从微博微信 或者是说 新的第三方的工具 民间开始有创意的 使用新工具来交流 我认为对两岸 都是比较好的发展 好的这里我多问一句 就是台湾民进党人 对九二共识有着什么样的疑虑 因而选择拒绝接受 很简单一句话 就是回到我刚才说的 中国大陆当局 他所坚持的九二共识 说穿了其实就四个字 叫做一个中国 但是呢 就台湾来讲 中国的意涵是什么 他有一中个表 没有个表是把政府说的 中国共产党 从来没有接受个表这个字眼 那所以呢 其实他在讲到九二共识 国民党在讲九二共识 跟中国共产党讲的九二共识 是不一样 国民党讲的九二共识 是一中个表 中国共产党呢 从来只承认一中 他没有承认个表 所以说他其实会是一个模糊的状态 那模糊的状态 它可能是一个空间 也可能是一个框线 那比如说 台湾这边主流的民意 就会认为说 那一个中国的中国 它代表是什么意涵 如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台湾人民恐怕是没有办法接受 那如果它是一个文化上的 经济上的柔性上的一个统合的一个概念的话 那或许大家可以谈谈看 但是台湾已经有既有的 习惯的这个生活价值跟政治制度 那么这个部分如何保全 我觉得这个是在一个中国的架构底下 台湾也会有比较多疑虑的地方 是在这个地方 好的 非常感谢洪先生的发言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留给王先生 就是向中国道歉大赛 他的影响正在迅速扩大 那么您预计他会到达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您认为他达到了你当初 发起这个大赛的目标吗 之前所发展出来的 整个结果都已经超出原本的目标了 因为原本的目标其实 原本是希望说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 发起是作为一个反讽 就是说对于道歉这个意涵当中 它是一个很自信的 如果你强迫别人道歉 他不会是这些道歉 如果发誓内心的 他就是认为他觉得有什么东西跟你是否定的 他自己道歉了 你自己听起来也可能会不悦了 或者是到底那个内谈是什么 他就不会是如对方所愿的 那所以呢 其实当初发展的时候 只是想要说出显出 大概有这样的声音可以把它呈现就好 只是现在没想到说 竟然会如此的就是参与了勇越 而且目前来看的话就是有扩大到了其他国家 然后现在才第三天而已 然后就已经有六七个国家的联合 然后投稿 然后甚至也上了将近八家的外媒 那我想说这个发展的未来高峰 我觉得其实勇越的高峰应该是 就是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成长速度下 慢慢的呈现到三四万能以上 然后可能就这样下去 但是未来会有什么发展 我们当然也没办法预测 可是已经远远超出我们原本的预期了 好的再次感谢两位嘉宾的坦诚交流和精彩解读 我想会有助于引发正在网上口水战的两岸年轻人的思考 当然我非常理解作为中国人 不希望国土缺失和台湾独立 只不过两岸历史不同 年轻人的认知和情感倾向天然的会有区别 这需要我们加强沟通 换伪思考 互相理解 求同存异 这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 而不是一位以自我为中心 搞道德捆绑 逼迫战队 甚至张冠礼带 夹带私货 把不属于别人的标签胡乱贴上 今天你用钱迫使别人口头让步 明天你如果没有了金钱和市场 连道义也会一起输光 用新华社和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话说 就是狭隘民族主义 折腾同胞不是爱国 反而会把台湾越推越远 好的感谢您收看本期节目 也欢迎您到博讯视频的Twitter和Facebook YouTube留言提问 我们会尽量做出回应 博文社是一个中立自由的媒体平台 嘉宾言论仅代表个人观点 不代表博文立场 优优独播剧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